在清晨的阳光中 位于大山深处的重庆市石柱县中义祥 逐渐苏醒 蜜黄色的土家民居散落在公路旁山腰上 蜿蜒展开的水泥路通往各家各户 2019年4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义乡华西村考察时 了解了该村通过中药材黄金等 带动村民脱贫的情况 和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情况 当时来到这条路上 我从地里边挖起一颗黄金 详细地给总书记汇报到 我们的黄金产业发展的情况 到后边总书记叮嘱我们 这个产业旋准了就把它发展好 在村干部的动员下 马培青的儿子陈鹏 把自家六亩地流转给村集体重黄金 我们家里土地流转给村集体 我有三十多块钱的流转费 每亩都是七百块钱的光复费 还有别分之热死的效益分布 为更好的发展黄金产业 拓展村民收入 中一乡构建起从育苗 种植到精神加工的群产业链条 五年来 中一乡通过大力发展两黄一丰等特色产业 全乡经营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2019年的一万四千三百一十二元增长到2023年的二万零六百九十一元 增幅达到百分之四十四点六 总书记在华西村考察时说 看到大家不愁吃不愁穿 教育医疗住房安全越来越有保障 心里感到很脱底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华西村将村集体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作为两不愁三保障专项基金 用作兜底救助的补充 以及保障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 村民李延碧老家的木屋 因多年无人居住而倒塌 虽然一直想修房 但却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只能租房住 我的家庭情况不好 想股子修房子的话 想的不敢想的 在两不愁三保障专项基金和村里 为他争取的相关补贴支持下 李延碧自愁了一万元 重新建起了一座带有厨房的平房 谢谢当地整齐 我从前年 2月20号都搬进新房子了 这里的厕所啊 火房都是都弄好的 它比以前方便多了 两不愁三保障基金的 另一个功能是救急 村里一反平治平群众 不少都是得大病的 他们报销医疗费时 可能因一时资金周转难 而影响生活 我们在两不愁三保障基金 针对 自费医疗费 包障过后 套过一万元的家庭成员 进行一千元的救助 还针对临时出现的大病困难家庭 进行临时救助 目前两不愁三保障 专项基金共有45万多元 用于各项帮扶和奖励 累计使用超过21.3万元 汇集村民600余人次 五年来 中一乡干部群众 始终牢记总书记 因因嘱托 以奋斗的豪情向前奔跑 以奋进的实干挥洒汗水 创造出翻天覆地的山乡巨变 交出脱贫攻坚的历史大卷 现在我们回乡的年轻人 竹林争多 党组织战斗力力行增强 干部群众精气词 力行提整 乡村治理水平 力行提升 因为党的政策好 乡亲们都有使务玩的劲 大家都在幸福生活的路上 赶根奋进 向前奔跑